这是电影《周处处三害》里的原形 台湾竹联邦冷面杀手 刘焕荣临行前的真实影像 他的一生充满意气血腥和罪恶 但在被判处死刑后 却又幡然醒悟 做出不少善事 而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 却能在台湾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 那么真实的刘焕荣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957年的8月18日 刘焕荣出生在台中市的军阵区 排行老妖的他 并未因自己的身份 受到家人的额外关心 反而因贫困的生活 在童年遭受到来自父母不少的打骂 家中是这样 学校里也是这样 但年幼的刘焕荣 从小就有一颗不甘示弱的心 为了保护家人和自己 他很小的时候 就敢于和欺负他的人硬碰硬 之后更是在高中时期 就加入了当地的黑帮组织 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混混 后来还因在收保护费的时候 与前来巡逻的警察发生冲突 误伤警察后被抓进去 坐了四个多月的牢 有了这项经历后 想要回归正常生活的刘焕荣 更是难上加难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他 就决定在黑帮这条路上 一直走下去 并在1979年的11月份 与台湾风源的 十七军刀帮发生纠纷时 一刀杀害了该帮的老大 成为一时鸣声大噪的小混混 由于他对敌人 十分的心狠手辣 且一旦抓住对方 就疯狂输出的做法 让他在台湾的黑帮中 有了神经刘的称号 而这一称号 几乎跟随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有了点名气的刘焕荣 很快便被当年 竹联帮的中堂堂主 董贵森看中 在董贵森的利咬下 刘焕荣便很容易地 加入了竹联帮 有了大哥的庇佑 刘焕荣的黑帮之路 便走得越发容易 之后更是被帮派 当作杀手来培养 经过几年的磨练 刘焕荣在黑道上的名气 也越来越大 1983年刘焕荣帮助竹联帮 铲除了对手帮派大佬廖龙辉 一跃成为竹联帮的中堂之士 1984年刘焕荣又通过黑市黑 在众多台湾黑帮大佬面前 摆嫖了800万的现金 和1300万的支票 之后他又连续做掉了 同样是帮派大佬的杨伯峰 和一山帮的老大张德义 成为其名副其实的老大杀手 而刘焕荣也正是因为 自己做事的嚣张跋扈 和目中无人 成为台湾警方列入的 十大枪击要犯之一 而刘焕荣的好日子 并没有维持多久 1984年 在台湾的疫情专案扫黑活动中 刘焕荣因所犯下的罪恶实在太多 逃到了菲律宾 但跑路到菲律宾的 他并没有安生过日子 反而又灭掉了当地台商陈氏一门 之后随着事情的曝光 菲律宾刘焕荣也待不下去 他只好又逃到了日本 但到了日本没多久 他就被抓获 引渡到了台湾 被判处了死刑 按理说 一般人被判处死刑后 要么急着上诉 要么遭受打击 变得一蹶不振 但刘焕荣却开始起了 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 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开始义务一事的交代 并在台湾的监狱里 手拿钢笔 将自己的一生 全部写了下来 而这样一个 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原本是人人都想要的而诛之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刘焕荣的双手 虽沾满鲜血 但他却是台湾黑帮人士中 慈善捐款最多的一个人 比如 他曾将黑尸黑抢来的钱 扔进孤儿院 只为改变孤儿们的生活 台湾有个煤矿爆炸 刘焕荣就将兜里的几百万元 捐给遇难者家属 自己在监狱里办画展 所筹起来的善款 也都捐给了妇女救援基金会 他说自己虽然杀过人 但死在他手下的人 大多都为黑道中人 以至于刘焕荣在被判处死刑后 监狱内外都有高官和律师 为他求情 人们认为刘焕荣重义剂 对社会有贡献 罪不知私 但法律就是法律 杀人了就是杀人了 死刑是改变不了的 最终刘焕荣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但值得一提的是 刘焕荣在临死之前 捐献了自己的器官 这也是他在临死之前 为社会做出的最后一次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